台灣軍隊在美國密訓這件事情 這真的喔 所以某種程度是 他沒有否認嘛 所以這是美國國防部 印太事務部的助理部長 瑞特納 他沒否認意思就是 對啦 別再問了啦 真的啦 這樣 其實很有趣 有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前一陣子 中國的大使 駐美大使謝峰 進到五角大廈 他就是跟瑞特納見面 兩個人談了大概 差不多40分鐘左右 見完面之後 然後就有這個消息 但是很奇怪 中國跟五角大廈 都沒有透露兩個人談了什麼 所以我看到瑞特納這名字 我突然腦海中临機一動 會不會是謝峰跑去問瑞特納說 聽說有台灣軍隊 現在在美國受訓 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在想一根 因為這時間點太巧合了 也不過大概是 前一兩個禮拜的事情 就是謝峰去見了瑞特納 一個短短的新聞 然後美國的國防部 他有發表短短的新聞稿 但是就幾個字 就說雙方交談40分鐘 但是沒有講什麼 其他就一些台面話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是 跟台灣的軍隊在美國受訓 這件事情有關 其實台灣的軍隊在美國受訓 雖然雙方的政府 都沒有公開承認過 但是其實它並不是一個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這一次的受訓呢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記者去問國防部的助理部長 他沒有否認 通常美國軍方的習慣是這樣 我不否認就代表說 你的問題是對的 你的問題是對的 第一個很特別 他沒有否認 第二個事情 這次訓練的規模 應該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過去討論過一個新聞 就是說過去我們到美國去受訓 可能只是班級單位的 那這一次或是明年 有可能提升到營級單位 就是一個獨立 甚至一個獨立旅的單位 甚至是一個獨立旅的單位 那這個昆玉兄就很清楚 在現代的戰爭裡面 旅級單位是一個 可以單獨作戰的單位 就它特別是獨立旅 它是不需要 其他的軍種來協調的 就它本身具有防空的武力 然後甚至有簡單的 這個空對地的攻擊能力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好像是叫做聯兵旅 我們國軍叫聯兵旅 那就是我們的聯兵旅的概念 可是因為聯兵旅這個制度 台灣的操作可能不是很熟悉 美國會比較熟悉 因為美國推這套制度 已經很久了 你看烏克蘭的 這次為什麼俄烏戰爭 可以打這麼好 就是因為他們有接受 美式的聯兵旅的訓練 他們從2014克里米亞戰爭之後 整個烏克蘭的軍方的訓練跟制度 從之前的蘇聯 就是俄羅斯體系 整個改成西方 跟北約系統 所以這一次去 會不會是屬於這種 比較大規模的聯兵旅的這種訓練 這個對於台灣的整個戰力提升 是很有幫助 而且更何況 我們接下來要跟美國 要交接很多武器 比如說海馬斯火箭 你總要受訓嘛 我很喜歡這一台 我覺得感覺很威 對 很威 對 海馬斯火箭要受訓 還有我們最近跟美國採購的 那個國家先進的防空系統 那是整套系統 這些都需要受訓 那其實我們的空軍 F-16飛行員在陸克基地受訓 這已經不是新聞了 已經受訓一二十年了 那這一次呢 其實對於中國的威脅 雖然說美中之間 現在好像恢復了一些談判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美國還是不斷秀肌肉 你看最近的大象走路 這一次大象走路特別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的大象走路 大象走路因為常看我們節目 觀眾朋友都知道 就不用再特別介紹 我覺得大象走路的那個畫面 看起來很壯觀 好好看喔 對 你看這麼多耶 可是時期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大象走路 最特別的地方是在哪裡 過去的大象走路都是美軍自己 全部是我美軍的飛機 對 這一次有法國的軍隊 有法國 法國試駕飆鋒 還有 美國 英國 法國 澳洲 日本 加大 哇 你知道 這個幾個國家的軍機 他們的飛行員是 各自受不同的訓練 也許使用相同的飛機 但法國是完全是歐系的 就是他們自己國家的飛機 就他們的訓練 你要訓練到 可以在跑道上大象走路 那個表示說 這些不同國家的 空軍飛行員之間 已經具備 基本的聯合作戰的能力 因為大象走路是需要默契的 你想想看 每一架飛機要同樣的速度 然後保持相同的距離 你知道有一個稍微快一點 可能就會追撞 稍微慢一點被後面追撞 對不對 所以這表示說 美國現在秀的什麼 它不是說要秀大象走路 大象走路對美軍來講 沒什麼太了不起的 因為有更多架飛機 但是它是不同國家 對 它是一個橫向的 對 這是一個不同國家的 大象走路 這個我覺得中國看的 可能都會很緊張 還有趕快Tag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怕他又在抗議軍演 這次不是我們 這是美國跟好多其他的國家 那你可以把你的四人飛機 飛去那個空軍基地 看能不能過夜 因為他還沒飛到 就被打下來了